歡迎收看匯豐Masterclass 我是李家衛 我們每一集都會請來不同的嘉賓談談利財相關的話題 希望幫大家掌握自己的理財大計 來到股票編 我們會一連三集談談PE時盈率 今集我們請來嘉賓 匯豐金融的劉兆文 和大家談談如何用PE去看股市的平定貴 Hello Kenny 你好 Lorraine 大家一學如何投資股票 都要懂得看股值的PE 當市不停跌的時候 大家說是紅市 跌的時候又說是值得買 誰知道買完又再跌 什麼為之是值得買 現在還流行不流行看PE 當然流行 起碼有個參考 很多人都知道市盈率P over E 即是Price over Earnings 即是股價除開每股盈利 一般而言 市盈率高是貴 低是便宜 可能便是值了賣 我知道 傳統上市盈率 代表購買了一間公司 要多少年才去買本 不過現在看到大市 多了新興行業在指數裡 上速寓 量指数是否值得买 又是否有参考价值呢 那当然有参考价值 不如我们先看看恒指的PE图 现在恒生指数PE都算跌得低 恒生指数胜胜跌跌 过去10年PE最高14倍多也试过 2020年疫情爆的时候 最低8倍多也试过 现在的PE8倍多 比平均PE11倍多 都可以说是低的 不过我们除了看市 看估值之外 又要看外围的市况 是不是明朗的 现在又说高通胀 又说加息 未来还说要面临经济衰退 其实PE是否未算低 还没时候撩底 这个问得好 不可以说求求其 看一粒数就决定得到 要比较以往跌市的估值 才知道是否很便宜很低 我们看回2008年的金融海啸 001方网泡沫爆破 再远一点 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 这些大风浪的跌市 市盈率真的可以跌到 7至8倍才见底 即是见到市盈率8倍多 算是正常市况底下 就是低估值 起码低于平均估值 但预着一些比较混乱 多些不明朗因素的环境 是否有机会再低一点才见底 就是这样 市盈不抵买呢 除了看市盈率高还是低 都要做其他分析 简单计算市盈率 起码心中有数 知道市盈率算是高还是低 始终投资都是要靠看价值 不是靠直觉 或者只听朋友说 最重要是跟你学习 当然了 来到这一刻 当然要和大家玩一下书 今天和大家说的重点 就是市盈率 Price over Earnings 看公司就是看它几多年回本 如果看大市的话 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如果恒指大约市盈率 在8倍左右 属于低过平均的数目 就是大约11倍左右 当然了 如果遇到一些不明朗的因素 PE是可以更低的 我们说了这么多PE看大市 大家当然想知 投资股票 看PE的参考价值又有多高呢 下集再请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